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些细节没有听说过 是这样子的 比如说藏传佛教里面有人活佛的制度 这个就是一个制度而已 实际上佛教教的这些佛菩萨的华生 其实是什么地方都是有的 只不过就比如说像汉传佛教这些里面 还没有形成了一个真正的制度来认它的下意识而已 实际上都是有的 佛教历史上也是有的 但是比如说活佛的话 他的专实都应该是有不同层次不同级别的专实 比如说有些修行修得特别好的人 他就专实了以后 他下意识 那么他的比如说像菩萨的先宗和密宗都会讲菩萨的一底 二底三底这样子的 已经达到了这样子的境界的人 那他专实了以后 下意识也是很了不起的 肯定是成就者 这个完全是可以这么说 然后另外就是比如说还没有达到一地 稍微有一点这个成就 稍微有一点这个修行的进步 但是这个进步没有 这个境界没有达到这么高的人 那他也会专实的 反正这个专实是我们所有人都会专实的 那专实了以后 下意识他会有一些上意识的 上意识留下来的东西 但是因为他上意识的修行的境界也不是那么高 所以下意识的时候 他不一定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者 都是不一定的 这要看他下意识专实了以后 他是不是一个成就者 那就是要看他的上意识是不是成就者 主要是他上意识是成就者的话 那下意识也应该是成就者了 如果上意识不是的话 那下意识也就不一定是 就是这样子 另外一个 藏传佛教的活佛的制度 就是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制度以来 就是很多的几乎所有的教派 他们都去认认自己的上意识的上师 活佛的砖石 然后在这些砖石当中 过去的话 确实是有很多很多非常多的 百分之九十这样子的 活佛修行也是非常厉害的 然后对佛教的贡献也是相当相当大的 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密法方面的灌丁传承 很多都是这些砖石的活佛 他们去灌丁他们去传授 这样子一直保持到现在了 那么后来的话就慢慢的这个制度里面 就是就会受到一些影响 比如说市场经济的这个冲击波 还有就是反正各种各样的这些实俗的东西 受到了这个干扰影响了以后 然后这个制度就是认出来的这个活佛 当中也有各种各样的活佛 然后就是现在看起来的话 就是很多的认定这个活佛的方法 一看就是一个不是很如法的 这样子的情况到处都有的 那这样子的制度或者是这样子的方法 去认定的这个活佛 那就是其实就是一个名字而已 是一个头仙而已 实际上就是不是一个真正的秀 不一定是一个好好的真正的这个修行人 所以这里面就有各种各样的事情了 但是你说的这个江公康诸的这个 他的这个活佛还速啊 后来有这些情况我也不是很了解 他个人的这些事情我也不是很了解 一半的情况下我不知道他有为什么有那么大的痛苦 就是活佛就是认定了即使是他 比如说是一个不是活佛的人 认定了活佛以后 那活佛他们的生活应该是很好的 为什么要自善自杀呢 为什么有这种下他受到了什么样的待遇 你这个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子 他可能是有什么特殊情况吧 一般都是这个活佛很小的时候 这么两岁三岁四五岁的小孩都可以坐在这个发作上 然后所有人都是去共共兢兢的 然后他们的生活也是跟一般的人是不一样的 很多人去伺候啊 那这样子一般是应该是不会有这样子 像自杀自残这样子的想法 那如果他在联署上说了的话 那就可能是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吧 这个我也不是很了解 好的 非常感恩您给我们的这个讲解 可能大家对于转世之路 稍微有一些清晰的一些认识了 对 作为一个我们学佛的人来说 这个活佛这两个字 就是现在这个时候不能密信这两个字 比如说活佛 这个活佛现在的活佛当中 当然也并不是说所有人都是不好的 当然肯定也有好的 但是因为人叮活佛的方法出了问题以后 那么他认出来的肯定也有问题 这个因也出了问题 国自然就会有问题的 所以现在这个时候我们作为一个学佛的人的话 就还是不要去密信什么活佛法王等等 都不是很重要了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